花蓮县警局新城分局举办109年下半年守望相助寻守人员常年的训练 现场有201位的寻守队员齐聚展现基层仅情人力坚实形象 现场徐政委亲自到现场为各个寻守队来加油打气 他还表示守望相助人人有责 感谢寻守队员们不辞辛劳为人民来服务 花蓮县警察局新城分局往前7点半年109年 下半年守望相助寻守人员常年训练 现场徐政表示 仅其名利是安定人心 稳定社会最重要的一环 唯有治安好让人民安心 国家才能够安定 警力名利协寻是一家 他特别感谢各寻守分队长以及寻守队员们尽心经历 会后许政委也认真聆听了明末 他也特别叮咛 出前的时候也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这里政委啊 第一个要谢谢大家 我们一年两次的长训上半年 今年真的花蓮真的很忙 但是防疫大家真的是发挥了自爱爱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今年防疫真的有大家一起来做防疫 以及大家一起来做宣导 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下半年下半年的花蓮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因为全国的旅游全部看防疫 现场分局平时积极结合守望相助 寻守名利协情 让警力触角延伸到辖区各个角落 希望能够提供友善安居生活环境 而这次训练课程编排综合的代捕术 CPR救护教学 希望借用强化救护的技巧 办理强化治安策进作为座团会 而这次座团会有 花蓮县警察局副局长柯正军 保安科科长吴郭金 现在分级分局长林明峰 寻守大队副大队队长吴东升 众队长陈永福等力领来加油打气 感谢行手人员多年来协助警政工作 尽心建立武士奉献 惠众现在许仲宇亲自办法109年度 借零退休人员感谢状 借零退休人员江文庆 从94年加入七星团守望相助资金 进京业业服务15年 热心助人牺牲奉献足以表赛 记得喜欢我们一起来报道